俗话说人靠仪装马靠鞍 得体的装扮能够给人带来美好的印象 而壁挂就是指导人们不合穿衣打扮的 我们少年时代装扮的五彩缤纷 行婚时大红大紫 可是为什么老了以后 却又反谱归真 衣着朴素了呢 不同身份的穿着打扮 暗含了怎样的人生智慧 而作为刚刚踏入职场的年轻人 又应该怎样穿着打扮 才能既个性鲜明又得体大方呢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 将引领我们一起感悟 已经的智慧 请继续关注装扮得体 小孩子看到大人在化妆 因为壁就是化妆 他还想学 可是你忍心让他把胭脂到处乱涂 把口红到处乱涂 你忍心这样吗 这样出去成什么样子呢 你能够完全禁止他吗 好像都不能 那怎么办 你看看初九就知道了 初九必取止 舍居而涂 这个止 《易经》里面经常用的 就是说一切事情的开始 币取止就是说 好 你要化妆 可以 你先化妆你的小指头 那就叫止 止就是说我们从 那个人家看不见的部分 很维系的部分 我们先试试看 舍居而涂 居就是车 有车子给你坐 那你不要坐 你要怎么样 你要徒步走 这什么道理 一个人 他曾经犯过罪 他被人家抓去坐牢 判三年 一年就放出来 因为他在里面表现很好 然后就提前假设放出来 就是大家就很注意你 看你怎么样 一出来 就开Benz 然后就穿名牌 大家一定讲 你这个钱 没有吐出来 那对你是不是很不利 所以我就走路 就表示说 我重新踏入社会 我又开始 重新出发给你看 以前什么东西都没有 大家还信看你的 帮助他忙 把他当作正常能看待 尤其现在的富二代 你更要看这个 为什么有车子不坐 一定要走路 你就看这个初九就知道 初九 他是可以发挥他的能量的 因为他本来就是阳刚 有单位 而且 为什么他有车子坐呢 你怎么知道他有车子坐 因为他跟六四是相应的 一阴一阳相应 上面有人拉了你 就表示你有车子可以坐 可是你要争气 为什么不坐车才是争气呢 你看小象怎么说的 小象说 舍居而图 义父胜也 你不坐的车是因为你有这个义 什么叫做义 义就是合理 现在你刚出处 你虽然有能力 虽然有很好的场合 要你去表现 虽然有很重大的 这种节目 要你去出场 尽谢不明 我还没准备好 我有车子也不坐 我走路 锻炼锻炼体力 再来 你就了不起 所以壁挂告诉我们 我要任何事情都用脑筋去想 这样做合不合理 合理 我才做 不合理 你再对我好意 尽谢不明 不可以吗 不是说没办法 他叫我做 那我只好做 有很多人就吃这个亏 我有钱 我给小孩子坐好车 有什么不对 我爸爸有钱 我花那几个算什么 这是你们家的感觉 别人的感觉不是这样 但是也不要把它想成 这是仇富 也没有人仇富 仇什么富 有钱是你们家的事 但是他总认为 这个是不合适的 是什么道理 就是因为我们有 《易经》的基因 中国人最看得起人 就是自食其力的人 你看那个富家子弟 他从基层干起 他跟一般人一样的 吃苦耐劳 我们觉得这个人了不起 他们家不会 富不过三代 各位 你问我你的感觉是不这样 我没有说人一定要吃苦 但是人如果没有吃过苦 他有一天吃得苦以后 他会比任何人都痛苦 这是我们出酒窑 我们特别埋伏在哪里的 你就算有车子 有好车 你再客气 尽懈不明 人家给你 哇 不得了了 绣龙绣凤衣服 你要穿也在家里穿 你不要穿出来 你穿出来干什么 这就是初九告诉我们的 避其指 已经六十四卦代表着宇宙人生的六十四种情境 而每一卦的六个窑 则代表了人生成长中的六个境界 因此 壁卦的初九窑 表面看来 是学习画中的初级阶段 其实 也可以看作是人生的学习阶段 处在这个阶段的年轻人 应该更多地把精力放在提高内在的涵养上 而尽量少地把精力用于外在形象的美化 然而 从初九窑进入到六二窑以后 也就是相当于一个人走出校园 踏入社会 走上工作岗位 这个时候因为工作的需要 就应该关注自己的外在形象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该如何打理自己的外在形象呢 那你慢慢有经验以后 你就进入六二了 六二窑告诉你 避其虚 虚是什么 虚就是胡虚 胡虚是负在你的这个向恶 它是附着的 就告诉我们 我们很多东西都是附着的 我现在穿西装 我等等穿糖装 我说不定就把车波救出来了 我随时都可以改变 装饰它是附着你上面 它是跟着你动的 你不动的时候人家不会注意你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了 你看现在很多人 他手上老拿着车钥匙 我看到我就觉得 我知道了 你有好车了 你怕人家不知道了 所以把车钥匙老拿着 到哪里大哥他两个先放起来 你看我有两个 你有没有 你只有一个 人家都知道你在想什么了 你以为你不知道 这个带个好表 我给人家看看 对不对 反正有什么好东西都要给人家看看 修一修 其实这是受美国人的影响 那不是好现象 中国人告诉你 你应该险的时候你才险 你不应该险的时候 你要懂得不险 这个才叫做开光和灵敏 什么都险出来的漏光光了 什么都隐秘了 那有个没有一样 所以像这种 都不是我们所应该做 那个意不是这样 那不叫合理 避其虚 就是说你慢慢长大的 那你怎么 你第一步要先会 把自己的腹膝离 要不然每次都叫人家离 那就被人家刮腹子 那都不好 然而刮腹子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是那么容易 三面之力还好离 这里是非常难离的 非常难离的 你连理腹膝都离不好 出去这里还有 哪里还有 甚至离半 甚至一里 腹膝 他就血就出来了 你看 多少人都是这样过来的 你要磨练磨练 六二 为什么 他会有这个功能 你看小象就知道了 避其虚 与上心也 各位看看 六二 他跟上面的六五 他也是不相应 因为两个都是因的 那为什么会与上心 可见这个上是指什么 是指九三 对 你看九三动的时候 他就跟着动 他就跟着动 他不会说你动我不动 他不会 他全力配合你 所以只要你配合上面 你来化妆你自己 你会得到比较好的结果 所以为什么小孩子化妆以后 常问妈妈 妈妈 怎么样 这个小孩就了解 小孩子不管妈妈怎么说 他一怎么化妆就怎么化妆 这个人再过几年你就知道 他要自食其果 他会自作自受 壁挂的下驴 他是告诉我们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不会装色自己 我们不会羞涩 就好像我们现在 到底你会不会用背景音乐 是一样的道理 你看我们经常那个背景音乐 开得比那个主题还要高 那就宣兵多主 我们在播报新闻的时候 或者播报什么的时候 后面那个 咚咚咚咚咚咚 那你听什么 你到底在听什么 这就是壁挂 我们没有读通的 所造成的种种乱象 下挂 他是离 离就是柔火 就是明 明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文 人比他的本质 还要更华丽 更夺人家的眼 那我们不会去看到本质上 我们就被他这个包装 所迷惑掉的 这个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讲 叫做过度包装 一根小东西 包一包 再包一包 再包一包 包几十层 那有必要吗 制造垃圾 所以酒商 他是下挂之急 下挂到了善点的时候 他叫做什么 叫做顶点的时候 那你看看他怎么样 必如 如如永珍急 他是给他一个急 但是告诉你 你要永远 保持你 真正的 合理的原则 你去装饰 你才会有吉祥 大家可以看到 他 跟上面的 上脚 也是不相应 但是他有个好处 他的上下两脚 都是柔的 所以他在这里 只要他自己 把持的 度 很好的话 他会像水一样的 他会有他的弹性 他不会受到伤害 因为什么 因为就好像水 他可以有 失忍 就是使得你 不会太干苦 我们看小象 永正之急 终 莫之灵也 为什么 永远保持 合理的态度 永远保持 正确的原则 你就会吉祥呢 因为 终 莫之灵也 因为 你再怎么样 你不会去 侵犯到 上面那个六四 你不会 因为上面是一座山 你再怎么钢 你都不可能把整个山 把它损坏掉 不可能 因为你毕竟是柔火 你不是那个很猛烈的火 可以把整座山都烧掉 不是 接着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 装色的东西 最好不要用太硬 将来要清除 要改变都很困难 所以你看我们多半采用那些 比较容易卸掉的 比较容易测下来的 比较容易改变的 比较有弹性的 那种装色会比较好一点 壁挂的下挂告诉我们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 自身的能力和经验有限 因此常常需要一些外在的修饰来衬托 但是穿着打扮 也要注意度的拿捏 不要给别人造成 宣宾夺主的物件 从壁挂的下挂进入上挂 就好比一个人在工作中 取得了一定成就后 升入到管理阶层 那么处在这个阶层的人 又该如何协调自己的外在修饰 和内在涵养的关系呢 我们刚刚讲过 下挂它是修饰超过了它的本质 因为它没有经验 现在来到上挂以后 因为它有指的意思 告诉我们一切都到合理的度为止 千万不要过分 所以我们慢慢就知道 上梗的意思 就是说你的文 要不要去超过你的字 你的文要尽量配合你的字 所以你看它慢慢地就回复到 一个柔和的 你眼睛很容易接受 看起来心情比较愉快的 那种装饰 我们从六四看起 壁如 薄如 白马 汉如 飞扣 分购 这是什么意思 壁如 薄如 就是一桩色的 好像慢慢地进入白色 我们小孩子会让他穿得花俏一点 然后慢慢他就不敢了 把这种衣服我不敢穿出去 他就慢慢朴素一点 然后他会调整到合适于他自己的那些文理 花样 样式 他自己会去选 我们在这里讲一句话 一个人穿什么样的衣服 就代表你的内涵是什么 就好像一个人拿了一本什么样的书 人家从你拿的那本书 就知道你的人格如何 这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衣服是不要乱穿 不要说人家可以穿 我当然可以穿 那你跟自己过不去 六四在那边 他慢慢地会感觉到说 这个五彩缤纷的东西已经过去了 我现在不合适 我还是朴素一点 白马汉如 汉如就是像一群白马跑得很快的样子 我们看到有一匹马跑得好快 那你就开始在想 你是来干嘛 是来文的还来舞的 义经里面常常用扣跟分购 把它做一个对比 就是一个来舞的一个来文的 因为你要装饰自己 其实也是来文的来舞的 什么叫舞的 去整形那就是舞的 拉皮 然后把这个割掉补那里 把鼻子修得小一点或者扩大一点 那不是舞字吗 文字不够还要来舞的 就是说你到底是用抢的 抢的就是舞的 你是来求婚的 那就是文的 现在告诉你 他不是来舞的 他是来文的 那你就不要放心 那为什么看那群白马 你会这么怀疑呢 就是因为你六四 六四他这个位置 本来就是三多胸四多巨 那一个人他有恐惧心的时候 他自然怀疑心很重 所以为什么叫做当位已也 他本身是当位 因为六四 他是以柔居英位当位 但是因为他的位本身就是多巨的 那现在看他出酒 啪一下过来 他就会提心吊胆 你是来文的来舞的 你看我们结婚也有文的舞的 抢分啊 迎娶啊 迎娶就是文的嘛 抢分就是舞的嘛 他都有可能 后来仔细一看才知道 非寇不是来抢的 而是来迎娶的 来求婚的 中午优也 到最后你才放心 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没有什么好敢于担心的 那就好了 我想大家看了六四以后 你会知道人啊 他是经过花样一大堆以后 他会反谱归真 当你什么都看过以后 你大概就不会常常出花样 不会 一个人花样多就是因为他要惹人注意 他也能注目 他要试试看我这个功力怎么样啊 他才有这个需要 否则那里有这个需要 没有需要 你看凡是一个人见面就说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好就表示现在不行了 否则你老体以前那个干什么 除灯管理岗位的六四摇更多的是注重自身的内涵 而不太关注外在的修饰 同样处在上摇中的六五摇 自身内涵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境界 这时候外在的装饰仅仅是形式而已 而处在这个阶段的人往往面临将要退休的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好哪些准备来促成功成身退呢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六五 六五是军位 我们是已经提过这个意见 大家应该是记得 就是凡是五啊 他大概都不会坏 因为一个人 不管你条件怎么样 不管 你一旦能够来到这个军位 我们讲一句不好听的话 你会当到总经理 就是刚开始不太像 当久了也蛮像的 就这么简单 刚开始当中你怎么都不像 都没有准备好 有没有这个条件还不知道 但是大一阵子大家也接受了 你也觉得不错了 就是九五六五 所以不管他是阴的阳的 其实他都蛮好的 虽然他不单位 可是你们看到 他是避与秋元 朔薄尖尖 秋元是什么 秋元就是准备 要退休了 要替自己盖一个退休的庄园 好度晚年 大家有没有想到 如果他是九五的话 他应该不会这样 他就 现在他是六五 他知道 反正很多事情 用不着我操心 他们很能干 他们会替你做好 你呢 也不想说我要一直做下去 我任期满了我不干 那你总要替自己 那你总要替自己 想个后路 然后就把自己的这个秋元 把它装设装设 就告诉大家 我没有念仗 我后面的事情会尊重你们 你们要不要急 就让我任期满了 我自然就 今天的话叫裸退 我就裸退 那急什么呢 那这个时候啊 你就会怎么样 就会送一些礼物 给底下的人 来鼓励他们 因为他们替你分约分牢嘛 可是你这个一路不能中 你礼物轻 就表示说 我没有拿多少 那我这是 表示一点意志 如果你跟他送礼 他们就开始怀疑了 你是不是要我搞什么东西 那我还更早搞 所以有时候你说包装的好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这个大家都要去想 文明以止 尤其你看来到上卦 几乎都告诉你 是可而止 是可而止 不要过分 就是这个道理 你看职位越高啊 他送的礼多半越平淡 职位越低的人 送的礼又厚重 你从这里可以去研判 到底应该怎么走 才对 那这样你底下的人 要送上面人 你没有送名贵一点 上面人认为 你这种礼来送 所以说你再怎么紧 你要去弄 那也是个过程 那是什么办法呢 可是上面人 他能够送你一点礼 你就高兴得不得了 你还计较什么呢 我想人从这个角度去想 你也知道 他已经分析得真是很透彻 令 终极 虽然看起来啊 心中有点不愉快 你怎么那么小气呢 舍不得 只送我这么薄礼 你自己会觉得 这样好意思吗 但是最后是吉祥 因为大家知道 你一个人对那么多人 不像那个底下送人 送来送去就一两个人 你上面人又送那么多人 你怎么能送多 送多你更麻烦 你钱从哪里来啊 你又要装这个修庄园 那又要这么多给我们 那你是不是要我们 做什么事情 但会想太多的时候 不好 其实这个卦就是说 当你的位阶越高 当你越受大家注目的时候 你自己又要反扑归真 小相告诉我们 六五之急是游喜 因为什么 因为你以柔机刚位 本来大家看到你 会觉得你是很刚很威的 现在看到你既然这么有情和力 既然这么柔 那大家都很欢迎 那不是大家都皆到欢喜吗 一个人的外在装扮往往有这样的规律 从少年时代的五彩缤纷 到新婚时的大红大紫 最后老了以后 衣着反而朴素了 也就是说 从最初的追求华丽 到某一天达到至高点 最后又反扑归真 回归原点 这表面是在说人的穿衣打扮 其实也是在述说着人生的一个轮回 这似乎与佛教所讲的空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那么壁挂上九窑 是如何详细阐述这种反扑归真的人生哲理的呢 上九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白碧无揪 真活的这种五颜六色 当你混到最后被光一照的时候 它整片都是白的 就根本就没有什么颜色 有什么颜色 一个人一生花样之多 到最后一口气不来 什么花样都没有 一样的道理 所以为什么现在全世界都在讲 要back to basic 要回归原点 回归原点 就是人类它原来就没有什么花样 人类原来就不太有什么颜色 为什么 因为自然那么多颜色 那你欣赏就好 你会不会一定要搞到身上五颜六色呢 没有必要 可是人忍不住 他要弄一下 他有才华要表现 他有创新 他搞啊 没有问题 你让他搞啊 一阵子他又回归原点 还是比较洁净 干净 明了 比较不会刺激眼睛 而且每个人看 大部分都能接受 就好了嘛 六五之极 是喜 但是上九呢 它是无咎 无咎其实比喜还要更进一步 就是没有后遗症 没有后遗症就是因为你考虑得很长远 怎么会有后遗症 你只考虑到这里 你觉得很好 后面问题出来的 你怎么知道 我们都是 哎呀 没有想到后面 怎么一大堆问题 那你怪谁呢 白必无咎 这就是佛教所讲的空 其实很多人他不了解什么叫做空 空不是什么都没有 空是什么都有 但是你知道到头来是一场空 那才叫空 如果你没有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空 我的口袋曾经钻满了钞票 现在空了 那叫空 我的口袋本来就是空的 那你怎么知道那是空 所以白币啊 你不要有时候 哦那白币最好 那我就一身子一辈子不用改别的颜色 我就一白到底 从小到底就白了 那你的人生他也没有彩色了 那做人干嘛 小象说白币无咎 尚得至也 因为尚久 他已经把它要回归原点 要从绚丽归以铺树这种心愿 他都达成了 所以当然无咎 大家现在可以从整个卦看出来 就是说一个人从不会打扮 到慢慢会打扮 到打扮了合乎你的身份 到打扮了人家看了你 不会觉得很奇怪 这个时候 你就知道 我这辈子终于修满了圆满的人生 那你要回去就很自然就回去了 没有怀恨 也没有说我这辈子太多的事情没有做过 羡慕到现在还在羡慕 都没有这些感觉 那就叫白币 白币不是空的 而是我知道 我都经历过的 我死而无憾 那叫白币 如果原来都是白的 那就是空的 一场白的 一场空白 所以现在有一句话 我是每次都讲 什么年轻不能留白 那是完全错误的 年轻不应该空白 一定要留白 我们再扩大一讲 一个人 什么都比人家行的话 你永远是最不受欢迎的人 你行 你什么都行 所以有时候你要表现 这个我不如你 人家才会跟你在一起 所以人家讲的时候 你要很有兴趣去听 原来这样 其实你都知道 那你要假装不知道 那叫白币 那就叫白币 那结果知道 那你不能说他 结果比你经验还多 那谁跟你在一起 全世界就是你最靓丽 好像所有人都捧了你 那你就是傻瓜 币到最后 他就开始要薄了 你看一个人化妆化妆到最后 总要卸妆 你能不卸妆吗 所以如果 壁卦是化妆的话 那下面那一卦就叫薄卦 薄卦就是卸妆 你不卸妆 你皮肤还受得了吗 所以我们下一次 就要开始讲薄卦 它是什么意思 就是 壁及 薄死 壁到急的时候 就开始要博的开始 壁及薄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